洗腦就肯定的了 它這麼頻密回到大陸 中共傳證中國大陸70週年 它都回到大陸替中共開心 去參加國宴 就是說它中共之心是沒有改變 在美國生活幾十年都沒有改變 第二 它的父母應該都很愛黨的 要不然不會教到這樣的女兒出來 第三 中共刻意培養一個在美國的華人 特別是來自中共系統 在中國出生的 這位書文是一位南京人 他是南京的組織 是不斷用利益去維繫他們的關係 但是知道這些有愛黨 愛國之心的海外的華人 很多都是政治的利己主義者 每個都是看利益至上 所以才令到他們覺得兩家殘禮 很賺鬼 很爽啊 美國美金我又收 中共給你的錢 很多都是美金 當然 接回美金給他 又給你生意做 就是覺得 哇 在美國做華人 真的很過癮 首先呢 他有兩棟 至少有兩棟豪宅 一棟就是在紐約這個長島 Stony Hill 超過400萬美金的一棟豪宅 第二棟豪宅 第二棟豪宅 在夏威夷豪宅有一棟豪宅 都超過210萬 據問 可能還有其他物業 在紐約的未知名的地方 有網上的YouTuber在說這件事 那裡當然未證實 但聯邦調查局所披露的檢控資料 至少兩棟豪宅 還有一架 各個墨大喉德國洞的 就買了 兩個人買到 說了孫文 兩個人買到 一架2024年的法拉里叫做Roma Spider的超級跑車 哇 這些分分鐘可能是上百萬美金的 一些這樣的新款的豪華跑車 你當副幕僚長 哇 你的那些身家 好像給周長 Cathy Hortrow 即是霍楚還要豪華 你的物業似乎比她還多 還有你想享受的程度 比你的老闆更厲害 那些人就懷疑你哪來這麼多錢呢 還未算其他聯邦調查局去查到她的資產 那些可能是不是屋 又不是豪華 還有其他會不會你買了很多股票 買了很多其他資產 並不是房產那些 加上兩家公寶的資產 分爲了過千萬美元 喂 你40歲的人 孫文是41歲 她老公40歲 打工 出來打工也有二十幾年 就累積了這麼多 以華人來講 在美國的華人幫政府做事 打政府工 出糧是有數得計的 每個月出多少糧 政府工那些人工是固定了的 有數得計 計算都計不到 你現在得到這麼多過千萬 估計過千萬的身家 所以說中間是很多中共給你利益 是吧? 是利益大譜 而且它在美國來講 公務員是為人民 真正是為人民服務的 拿的雞稅這麼多錢 雖然有錢是美金 都是很少的 相對來講 中國的高官來講 都是很少啦 雞稅啦 它怎麼賣得起名車 賣得起豪宅 現在完全就是幫中共做間諜 拿來的 這次宣文 由宣文到鄭麒庸 都看到中共那個網 那個間諜網 中共是鋪得很綿密 也都很長期經營 也都是不怕給美國主流社會知道 這些來自大陸的華人 他們是跟中共是過重甚密 甚至刻意 刻意安排這些政要 無論州長或者市長去訪問大陸 當然宣文安排州長去訪問大陸就告吹的 可能就因為疫情 也可能之前的州長 庫麥有很多辦公室性騷擾的醜聞 搞到他走不開了 就沒有去到 但是市長 紐約市長阿當斯訪問大陸是成事的 這種撮合中美市長的交流 就是中共極力要促成 造成了一種民間外交 以至地方政府是跟中共越走越近 然後影響了美國底層的政府 由市政府影響到州政府 再結合中共在聯邦政府 聯邦層面 就是白宮的層級 而到了首都華盛頓的滲透 那些特工 間調 以至於美國駐美國的 那些司令館的高官不斷去遊說 聯邦的那些官員 甚至國務院 美國國務院 那中共就造成了一個很龐大的一個 未曾影響到你那個選舉之前 我已經影響到你的行政系統 三級政府 我都逐級逐級去 所以前國務卿蓬佩奧一早已經發出警告了 這年 是的 我們講第二個新聞就是關於蓬佩奧 對於紐約州州長助手被控制間諜之後 前國務卿叫蓬佩奧剛才說 他就警告50個州長 他曾經 他一早就已經警告過50個州長 中共藏在美國內部是破壞美國的 那這一件事也是很嚴重的 就是所有的州長他都警告過 但是為什麼還會出這些事呢? 唉 這句話是不是中國誠語告訴大家 言者敦敦 聽者妙妙 前國務卿蓬佩奧 大家都知道他做過中央情報局的局長 他是做國務卿 在特朗普做國務卿之前 他是中情局的頭來的 他是最了解中共在美國的滲透的人來的 你現在中央情報局怎麼可能不掌握中共這些這樣的 就是插一些軟釘子插下去美國 所以在蓬佩奧任內是會跟特朗普 建議特朗普 要關閉中共駐休斯頓 喉斯頓的總領館 因為這是一個間諜中心 誰知道這個間諜中心就是蓬佩奧 他是中情局的前局長 他最知道中共玩間諜的東西 因為其實中情局就是一個反間諜的機構 在美國是反外國間諜機構 他也是一個間諜機構去滲透其他國家的 所以中共遇到這些反監諜的腦猜骨 中共無所遁形 蓬佩奧在9月5日在社交媒體X 就是以前的Twitter上面就鋪吻 他說多年前當我擔任國務卿的時候 我就警告過所有50個州長 這些好像宣民這樣的事件是不斷會出現的 因為中共就在大門內 在大門內其實就是影射一個特洛伊木馬 Trojan horse 這些是希臘的故事來的 敵人通過木馬就進入城門 突破城市的防禦 就是蓬佩奧提醒中共已經滲透 或者在美國社會政治或者一些 執法也好行政機構 這些關鍵領域已經逐漸開始得到影響力 甚至鋪那些網越鋪越密 就好像敵人 就可能會從一些大門內 木馬圖城記說的木馬進來就在大門 隨時一開門就湧進來 就會攻破你的城市的防禦 然後就所有木馬上的那些敵人就跳下來 然後就佔領了你 蓬佩奧就發出推文 他說宣文案只是冰山一角 他再說 蓬佩奧說的 在9月4日另一篇在Twitter的文章 他說從家長教師協會的會議到地方官員 再到州長 中國共產黨已經潛入我們 即是美國國內 所以他提醒 每一個美國人 尤其是我們的民選官員 都要認真對待這個嚴重的威脅 蓬佩奧這個老猜骨說這番說話 不是空口講白話 是由他做忠誠谷局長 是由他實質的工作經驗和資料 加上他國務卿任內 為什麼他找到當時中共駐休斯頓的領事總領館 是一個間諜窩呢 就因為他有忠誠谷的背景 查到了 中共是利用當時休斯頓的總領館 是指揮當時2020年年初 美國發生BLM 黑人名貴 那件這樣的種族騷亂 是中共在後面煽風點火 我不但還安排在美國的華人和亞裔 去參與上街 去煽動群眾 帶領群眾 去破壞的店舖 去搶掠 是煽起一些仇恨的情緒 當時蓬佩奧就知道中共做得好事 好事多為 你看到美國全國各地去煽動這些BLM黑命貴 是搞到後來特朗普就輸了一場選舉 他和這個黑命貴 多多少少都有關係 所以蓬佩奧經過四年之後 直發出這些 中共就在大家的身邊 就在美國的社會內部 現在不僅在社會內部 在政府的內部 由紐約州政府 到紐約市政府 剛剛我們跟大家分析 紐約市長身邊有個中共紅人鄭其勇 紐約州長身邊曾經有位副幕僚長 又是中共的助上賓 也是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黃平的好朋友 好拍檔因為FBI的檢控書已經暗示明 宣民是直接向黃平報告 兩邊是單線聯繫 即是已經做到很出面了 已經是擺明是找你美國奔 收你美國錢 做你政府僱員 高級的人工照拿 同時中共也都繼續把利益輸送給 孫文和鄭其勇 成立金公司在中共做生意 已經是公開了資料 還有最噁心的就是孫文兩公婆 是收到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黃平的廚師 做的南京鹽水鴨 是親自送到孫文兩公婆 在紐約的豪宅 真是外賣送上門 送到給你們兩公婆享受 你們這麼思念街巷 這麼喜歡吃南京的鹽水鴨 總領事鴨 總領事的御廚 親自照著給你吃 你想想這種關係 Lily 普通人可不可以享受到 總領事來關心你 做定鹽水鴨請你品嘗 Lily 你是不是很癢 我不癢 這個就是為什麼做到這個間諜 這麼厲害了 是一個真正的大間諜 對於之前發言的那些間諜 來說就是小菜一碟 之前的間諜都不是小菜 你不要這麼小 之前美國國會民主黨 資深議員參議員 范士丹 他的司機 已經被FBI查出 是中共間諜 就是中共 滲透美國的政要 那個做法 和1947、48、49年 中共派間諜滲透到去 蔣介石身邊的侍從 的秘書 一模一樣啊 派間諜滲透到民主黨 資深參議員 范士丹的司機 那個司機是一個華人 就是中共間諜 還有 是 幾年前 四年前而已 民主黨 美國民主黨的眾議員 叫做埃里克 斯玉維爾 爾克 斯玉維爾 她跟蹤中共女間諜 芳芳小姐 克里斯丁芳 是有一手 是有一腿 是已經 做議員 做理 做到上床 這些是公開的資料 不是我 跟大家講的 一些 小報的故事 不是 是美國 主流大報都報的事 但是 中共派間諜 方方 適有這些 眾議員 當時眾議員 就經常發表 甚至是方方發表 和這位眾議員 Eric的親密照 鋪上社交媒體 在2020年 當FBI準備動手的時候 方方已經走了 在今年年初 方方就在北京的環球時報那裡露面了 接受環球時報的前總編 胡錫進訪問 原來方方想復出 你知不知道她想復出做什麼 不做間諜 這次 在卡龍現在 做什麼 她要做網紅 是嗎 好像你 你說 意思就是中共已經不怕給你知道 她們派了那些女特工 還有之前 有一位女解放軍 在加州讀書 準備 收集 美國的知識產權的資料 就是一些學術研究 但是她沒有報給美國開關知 她是解放軍的身份 只是說她是一個留學生 是報讀一些研究院的課程 是準備去偷盜 偷取美國的知識產權的資料 敏感的高科技的研究 結果就被一不一揭發 抓了她 還溫住她 到後來 好像拜登上場之後 就跟中共講宋 就放了她回去 拜登政府就是做這些事情 就不是將她收監 因為她解放軍的女軍官的身份暴露了 而拜登政府 不知為什麼跟中共好像有親一樣 放走她 已經抓了 在困了 在拘押了 還在審判 宣判 就是這個時間 中共駐舊金山的總領事 可以出盡喝奶之力 爭取到 將這位女解放軍軍官 送上飛機 翻走大陸 全部都是加州發生 范士丹 這個Eric Eric Walwell 到這位中共解放軍軍官 都是加州 加州 那種極左 那種傾向中共 是無可若救 已經被中共滲透到 就是中共如取如攜 如入無人之境 是的 所以有評論就說 只有中共倒台 美國才可以安全 全世界才可以安全 這個真的 沒錯 是啊 那要中共倒台 就要看習近平總加速師 是不是真的繼續加速 現在很多國際觀察家 都擔心總加速師 放慢腳步 不再加速 擔心她改邪歸正 擔心她 要跟美國修好 擔心美國又再下答給她 是 她現在被那些元老班 元老群 罵到死 所以她就擔心她會改正 是啊 所以我們都 就是敦促 習近平 快些 繼續加速 加速 就唯一 可以暫時有力 終結中共的人 就是習近平 是啊